大家好,今天教朋友们做莲藕盒子 现在调肉馅,准备葱姜放入料理集中 加入少许的清水,打成葱姜汁 然后加到肉馅中 肉馅用的是三肥七色的前腿肉 加入盐 白糖和鸡精提鲜 白胡椒粉 生抽 香油 把肉馅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来做裹莲藕盒子的炸糊 普通的面粉用啤酒稀释 加啤酒或者是小苏打 可以让炸出来的外壳更加的酥脆 保持长时间不回软 一点一点的加 稀释成这样较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增加它酥脆的效果 莲藕要选直一点的 粗续较均匀的 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取一片莲藕 抹上肉馅 再取上一片 把它夹紧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 备用 下面就开始下锅炸 锅中的油温烧到六成热 第一个面糊试一下 马上浮起来 然后面糊的周围冒出小泡 这样的油温就可以了 调成小火来炸 藕盒子上均匀的裹上面糊 一个一个的放进去炸就可以了 做的藕盒子比较多 我这一锅炸不下 就分了两次来炸 炸的时候要长翻面 盐藕盒子呢 大概炸到十分钟左右 具体的时间要观察外壳的颜色 炸成这样的颜色金黄就可以了 先控油捞出 再把油温升高 准备复炸一遍 让外壳更加的酥脆 复炸八分钟 捞出 这样我们的粘藕盒子就做好了 听声音就知道非常的酥脆 这个是第二次炸的 用啤酒和白醋调出来的面糊呢 就算过上几个小时 藕盒子放娘了 依然是脆的 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着做一做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